解释第六章第七節 揭開第四印的時候我聽見第四話密說里來 但任何一個過程當中你放棄的話就沒有後緣了 你知道嗎?我們也是的 在過去這麼多年當中 為何我們受了兩次迫迫 過了十年八載都沒有平反 當然了,因為我們現在是承繼了藥室的見證 我們做得還要比藥室差 還好意思開口說這個時代 神將你放在這個時代對你的期望 不是你對你自己的期望那麼簡單 你自己對你的期望低,於是定了人生的標準低 因為神都阿瑪底都要接受 不是的,你對你的期望什麼都好 都不及得 全部一切在永恆裏面 是以神的期望作出 神的期望就是我們在今時今日有藥室 但以利 有所羅門 有主耶穌,施世約翰 保羅這些前形的見證 我們要活得更加出色 我們要活得更加好 因為神創造了時間 導致我們一代又一代 去承繼知識、歷史和真實性 所以去到我們這代 其實我們做的 是可以更加偉大 我們做的可以更加容易 就像現在你看到科學就是證明這件事 科學就是上一代所留下的數據研究 去到下一代就可以做得更加輕鬆 你看到現在我們說的電腦program 就是這個現象 如果說回50年前 一個電腦program 幾百粒字而已 你知不知道 20K,10K就已經 上到月球了 那些說得出口 20K的program已經足夠你 上月球了 它自動駕駛了 已經會自動降落了 簡直是瘋了 但是問題就是 那個時代20K,10K 現在 20K我們做什麼 你放一張照片,20K都不夠了 現在說幾顆 大家來看 寫了一張照片 2.7M,6M 但現在寫了一個遊戲 幾顆G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我們現在能夠做到那麼多 不是現在應該寫20K的時代嗎 我相信你不用找工作 如果你是打算做電腦 找回以前的標準最低的去做 你不行的 因為時間的洗禮 導致我們成先解後 你以為你的神是傻的 他建立的人類 建立所有的人類歷史 然後我們可以說服他說 神不用成先啟後 我做得比之前差 有馬丁路德雅 我比他差 有約失落 我比他差 有優戴 我比他差 不過你會接受我的靈魂上天堂 一次得救永遠得救 禽獸也得救 有人這樣相信 他把歷史以來最壞的 組合於神 所以不怪有兩極化 神積著人類的時間 是讓我們看到 無論是科學 生物學 各樣的歷史 甚至我們所說的很多的理論 無論是策略 管理學 我們說的每一樣的學術 或者資料 你會看到前人所做過的事 我們可以 以他為借鏡 無論他遺留下來的 是一些數據 一些研究 或者他遺留下來 只是一個 一個見證 或者是一個事例 我們在時間的後期的人 其實我們做得輕鬆很多 有時候輕鬆100倍 但是我們竟然不期求 自己和他做回雙等 我們還要差很多 你想想多恐怖 你猜中國功夫500年前的武功比例是最厲害的 但的理書告訴你不是的 在信仰上就不是的 在末後的日子 人是來往奔跑 知識就必增長 無論啟示真理 或者我們行真理方面 都一定要超越前人 這就是啟示錄告訴你 神所期望的辛苦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那麼有自知名下 亦根明白神的心意 根明白神所創造什麼叫做人生 的情況下 而引用出來 任何人在末世的日子 如果他不知道這件事 神在無盡的憐憫當中 給他們一個最後機會 那就是三年半 讓我們真正在 神的辛苦 這些信息當中 真正知道 身為人 其實應該做什麼 應該付出什麼 但當然 這是我們 自動自覺去做 有自知之明底下去做 但如果沒有的話 神至少給他們一個機會 讓他們提醒 在被提後 讓這群人在災難當中 重新學習 所以 去到第六點 就是很多人 其實不會再繼續 聽神的聲音 為什麼 因為如我所說 原來神的聲音 聽到神的聲音的人 是神定為 在歷史當中 最崇高的信仰 是最崇高的 為什麼 因為神隔閘了 每一個聽他的聲音的人 都要付很大的代價 付非常之高的代價 所以你會看到 那些希望 付最少代價 但是 在聽神的聲音當中 最多的人 根本就是 完全沒有門路可以做得到 門都沒有碰到 這些人 全部都收工 全部都停在 我所說的第一次 他們人生當中 傾聽神的聲音 的循環當中 並且他們要有生之年 也不知道為什麼 當時發生這種事 為什麼 因為第二個循環 神可能找第二代 第三個循環 第三代 第四個循環 第四代 直到他們找到一代 可以循環又循環 循環又循環 而導致他們 在傾聽神的聲音當中 去苦全清道的階段 勞火全清道的階段 會成為全世界人面前 他們會成為神的冠冕 神告訴他們 神建立的信仰是可行的 而當我們願意這樣做的時候 世界可以圍繞著我們 因為我們的神 是掌管世界到這個階段 第七點 我們轉過頭 我們要做一件事 如我所說的 如何繼續循環 鍵就是這樣 鍵就是要做到一個 我只是為了用一個 讓你理解合情合理的方式 去解釋給你聽 不是說這是有一節的真理 但是讓你知道那個feeling是什麼 這是神特意設計出來的一個局 你要做到什麼 你要做到好像神欠了你 但按著公義的神 他不會欠你的 明明 舉個例子 神要我講雙用水 我當然是講了 我盡心去講 我並將榮耀歸給神 但問題可以按照神講的方式 我愛祝福了神的子民 全香港九龍都欠了我們 如果我們成為第四馬 你會看到全香港都欠了我們 因為 香港會出現第四馬 然後規劃香港 將香港變成一個漁村 變成一個 國際大都會 建立這麼多的設施 放多少人才 多少錢 養了一群豬米大蟲 甚至亡因負義的 大堆這些 去示威學生 香港的繁榮不是這群學生 所建立的 香港開始的時候 連他們都還沒出生 所以香港現在有一個繁榮 不是幸運 是刻意別人去傾 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香港將來出現的復興 問題就是 我們先說回現實事實 就像當時我們說的 雙水 我按照神的意思 我盡力 我講的精彩程度 和盡責程度 是沒有政府可以及得 那種的盡責 沒有一個牧師 能夠及得 而並且那種拼命的程度 知道的代價付出的程度 是可以說 不足為愛人道 是不是 好了 問題說了之後 這20年 迫白 侮辱 只要是跟別人一提起石鞍 他已經立即失去耳朵 是不是我們應該面對 是不是我們 因為我們做錯事 所以這樣做 我聽聽 就算香港是一個殺人犯 很多時候都不會遇到這樣的遭遇 我以為是殺人犯 強姦犯 但是問題在整件事 我有沒有做到他們 這樣急速的錯誤 沒有的 甚至做一些 甚至比香港很多特區首長 更加 可以在神經面前稱為 在這樣的情況下 甚至我所受的遭遇 在過去不是 一二十日 一二十個禮拜 一二十個月 是二十年 我在那個過程當中 我完全逆來順受不得 我簡直是 寬天喜地 很恩惠 並且 在過程當中 20年我完全沒有責問神 我不會像以利亞 向神發懶惰 向神發懶惰 我沒有 我簡直是寬天喜地 神你還有第二次 我再做 第二次 然後是千年重 現在不說千年重 但是我二十年是不是這樣做 但當我這樣做 仇看著公義的神 看他欠了我 你知道嗎 解釋第六章第七節 結束第四印的時候 我聽見第四話物說 你來 好 我去尋找你 重得拍夢 若我心 我再繁忙 共你玩首 無據幸樂 隨著你 勇敢再奔和 全聚點 副群與悲造 护出策略 发出真光 我心按你 尽燃烧 令我面照 爱意奔放 山发光芒 显出太谋 尽心按你 快跑不和 燃烧 情红红一头 远事放你 内泪分轻发光